黃川博物館裡有很多精彩的文物 都沒有離開博物館展出過 這次它借了二百多件套的文物給我們 所以規模是非常之大 透過它的藏品 我又看到很多我的歷史 我甚至去過俄羅斯 是跟它面對面地談 整個過程是花了兩年多的時間 我記得當時我們去談這個展覽的時候 我們去馬車館 我們就很想借這部馬車過來展出 無論在裝飾、體飾、歷史上都是最矚目的一部 因為馬車的歷史都很悠久 所以有部份我們就不主張拆開它 跟它設計一個讀身頂的一個櫃 然後就運過來 當中可以說我已經艱苦了 我們的工具 和這部品牌 和這部品牌 都值得我們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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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過這部品牌 因為他們 適合 不同的 императоры 這部品牌 這部品牌 所以 這部品牌 非常值得 這部品牌 這部品牌 很久 這部品牌 是有關於霍雲 在這部品牌 很久 在這部品牌 十年齡 這部品牌 是一部品牌 當他人家 當他人家 一部品牌 這部品牌 這部品牌 叫做 沙嬰 然後 一部品牌 沙嬰 很合作用 文字牌 是 在這部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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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這部品牌 我們選了很多 很寫實的 很珍貴的名畫 在這部品牌 沒有照相的時候 就用畫 來做一個紀錄 那些畫 就很真實紀錄了 那時候 俄羅斯的情況 也有 皇室的成員 日常生活的文物 都看到 有一部份 我們說俄羅斯 和其他國家的外交關係 中國和俄羅斯 有很多 錯綜複雜的關係 它的鎮館之寶 就是一個 七器的木雕花瓶 這個就是 末帝皇帝普爾 送給利古拉二世 一直擺在俄羅斯 這個宮殿 這個花瓶 就在廣東製造的 所以我想 香港的觀眾 看回這個花瓶 更加有深刻的感受 這次特別為了這個展覽 就寫了和設計了 出版了這本《異童畫冊》 當然為小朋友寫 要寫得簡單一點 彈起的感覺 可以拉一下 讓他們玩一下 也可以貼一下 我們希望小朋友 都對文物歷史 產生興趣 多點了解歷史 我們會越來越加多 很多不同的元素 希望展覽 適合很多不同階層 不同背景的觀眾參觀 一開始是歷史博物館 來找我們 談這個項目 我們就覺得 很有意義 還有在這裡 沒有做過 我們就想嘗試一下 這個組合 因為其實 這些展覽 和音樂 其實都是可以 很配合得到 都是一種藝術 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讓觀眾看到 不同的藝術組合 會是怎樣的 我會想讓 那些人看見 這張展覽 知道 Россия 是一個不知名的 不知名的 城市 城市 是一個很奇妙的 故事 很厲害 和很強烈的 bola Pink 國 bull 公園 出閉 late 既然 美